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你好 我是艾佛森 这一节我们来测试一下 XS Token在我们数据库中的存储情况 并将它部署到服务端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我们改造的这个 新的这个GET去的方法呢 是否能够正确的跑动起来 好 那我们在这边来去启动一下本地服务吧 NPM Run Start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们这边如果说你想要触发 我们这个获取Token的这个方法的话呢 你要在什么地方怎样去触发它呢 是不是在我们健全的过程当中 它会去触发呀 那我们在哪里去触发了这个 微信GSSDK的一个健全呢 是在之前是在我们这个 indexer.xml里面 大家还有印象吗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访问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 它是不是会请求我们这个 接口啊 并且在这里面就会调用啊 你请求了这个 GSAP接口啊 就会调用我们的什么呢 调用我们的三方法 那三方法看看啊 调用我们的三方法 那这个三方法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就调用了什么呢 GET Ticket的方法 所以你只要调用了它 就可以触发我们那个 新的这个方式的这个使用 是吧 就使用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三方法抛出之后 我们在这个 ROOTS里面啊 ROOTS里面 我这边呢 其实是为了后面 我们在其他接口里面 方便使用这个Ticket啊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 三方法啊 跟我们这个 GET Ticket的方法 都给它抛出去 这样你这两个 你你想用哪个 都可以在外面去调用的吧 调用啊 所以这边 你这个改造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 路由文件里面这儿 引入的时候 就要解构一下啊 把我们三方法 引入进来之后 解构出来之后呢 在用户请求 这个JS API的时候 是不是去调用啊 你调用 那个GET Ticket的方法 自然就会出发 对吧 就一测试啊 好 这个改造好之后 我们再重新 稍微启动一下啊 刚刚稍微改了一点代码 好 启动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本地先进行测试啊 因为其实本地只要通了 我们数据库这个地址是不变的 我们待会直接部署就行了 那你要想在本地测试 这边我们这个index 这里面的这个接口请求 你肯定要改成本地的啊 你放在线上 线上可能目前还没有一个接口 对吧 接口里面的方法还没有下来啊 所以我们再让它去改成 先改成本地的 待会我们在部署之前 再把它改成 我们线上的这个域名啊 然后呢 返回到我们这个浏览器里面去 在这的话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 Localhost 3000端口呢 去访问这个文件 并且我们可以在控制台湾里面去看一看 数据有没有成功下发 目前看起来没有报错啊 点开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config数据区 它是不是看起来是成功了点 对吧 成功了啊 并且我们可以看我们的控制台里面啊 控制台里面 大家可以看连接数据库成功之后啊 我们在下面是不是拿到了这个token 拿到了token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ticket当然自然也是拿到了 对吧 拿到了啊 那么为了验证这个token是否真的被存到了 我们的数据库啊 我们可以干嘛呢 去这边去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Robo3T啊 我们这边是不是连接了云端数据库啊 那这个数据库里面到底有没有存储性的内容 要去看一看啊 要去看看 所以这我们可以去refresh刷新一下 这下面有一个微信这个数据库 就是我们这个本地连接给它创建的 对吧 创建的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collections里面有个ticketmodels 这里面点开一看 是不是多出来一条数据啊 这条数据里面展开来 瞅一瞅 是不是就包含了我们的access token 跟我们的ticket啊 还有这两个时间啊 这两个时间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啊 好 这个数据就已经缓存下来了 那如果你再进行第二次请求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相当于说第一次请求就已经缓存到了 那在这个7000秒内啊 7000秒内 如果说你再次触发这个呃 配置这个JS API接口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能就会从哪里呢 就不再从微信服务器上去获取了 而是从哪里呢 而是从我们的这个 呃 自己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去获取啊 也就是说我们7000 7000秒内啊 7000秒内 你获取的token呢 永远都是31什么BFM这些东西 它一直是我们数据库里面的东西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在这个 sign方法里面呢 我们在哪里呢 在我们这个 这个方法好像是在我们的token哪里打印的啊 我们这个在我去掉一下 应该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为了避免我们干扰的话呢 我可以在哪里呢 可以在我的 之前我们应该在哪打印的 在这打印的是吧 这个token啊 我们暂时就不测了 因为你拿到了是吧 拿到了啊 那我在哪里测呢 我在这个if else里面去测一下啊 if else里面测一下 就是说你可以去看看 我们每次进的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重新获取 或者是不是我们拿的是数据库的这个 这个这个信息 对吧 信息啊 那如果他进到这 我们这个地方打印一下 如果进到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呢 想一想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用户用的是不是数据库里面 存的那个token啊 对吧 就是你这就可以打印一下什么 打印一下什么呢 打印一下 这个是从自己的这个数据库拿了这个token 并且呢 你可以把这个token跟我们的这个是不是带上啊 把ticket带上 对吧 把token带上也可以 access token 对吧 甚至呢 我们从自己的数据库里面拿了ticket 可以做一个对比 对吧 ticket 这呢你把这个ticket是不是也带上啊 也带上啊 那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一旦你过期之后重新获取了的话呢 我们在那个if里面也去给他打印一下 比如在这儿 一旦我们在这儿呢执行了之后呢 那肯定就是说呢 你重新拿到了 对吧 重新拿了啊 呃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个load data之后的话呢 呃 我们在 嗯 这应该往下挪一挪啊 等我们复制之后再把它打印 这两个这两句话呢 我们稍微往下面挪一挪 放在这儿 是吧 然后这呢 那也是一样的 等我们重新获取了这个token之后 我们再次 打印一下 对吧 打印 但是这个这一方就是 呃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 呃 过期后重新获取token嘛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过期后重新获取是不是ticket啊 是吧 这两个打印啊 那我们这个过期时间暂时为了测试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给短一点 比如说我们就来一个什么呢 来读多少秒钟啊 我们大概来一个 呃 这个 30秒 这个方便测试一些啊 你给太太太短的话呢 待会我们测试不够用啊 时间不够用 呃 来一个30秒内 那我们就 可能就近的是这儿 对吧 那30秒过了 就近的可能就是这里了 并且我们的token会发生刷新 数据库里面的 是吧 发生刷新啊 好 这种保存之后的话呢 我们重新来进行一个启动啊 测试啊 我们重新调起我们这个命令 然后重新启动 启动之后 这次注意 我们控制台里面 目前来说呢 是 空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没有任何数据 那我重新发起一个 健全的这样一个请求啊 在这儿 重新刷新 刷新 拿到了数据对吧 然后看一看我们这边呢 是什么信息呢 什么信息呢 过期后重新获取了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话呢 是不是设的是30毫秒啊 对吧 所以第一次呢就是重新获取了啊 重新获取了 对吧 但你立马赶紧再点一下 对吧 再刷新 这次我们竟然走的是哪里呢 是不是从自己的数据库啊 只要你在30秒内 他都是从自己的数据库里面去拿 啊 比你多刷 多刷几次的吧 两次 三次 刷四次 对吧 第一次其实请求的是我们的数据库吧 看一看啊 一个 没有 刷新一下 有了没有 看啊 这是从自己的数据库拿的吧 这也是从自己的数据库拿的 对吧 这也是啊 都是从自己的数据库拿的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 对比一下 你从自己的数据库拿的过程当中 这些token呢 是不是就一模一样的啊 token啊 对吧 token token 这个 这个 是不是一直是一样的 在你30秒内啊 并且你可以在这边去看啊 在这边去 refresh刷新一下去看看 双击看看啊 看看 他跟我们刚才反复从自己数据库里面拿的东西一样不一样呢 一样的 31X 尾号呢 你主要看尾号是B A Q E N 对吧 然后token呢 什么 BSC2Q 大概记住这两个内容啊 31X 什么BXLD 那说了这么久 30秒是不是差不多就过去了呀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次去请求的话呢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就会变成什么呢 过期后重新获取啊 会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啊 好 重新刷新一下 好 来看一看吧 这次就是过期后重新获取啊 那重新获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会刷新数据库呢 还会刷新数据库对吧 重新获取到token呢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化 31729 我们这是不是31X8G啊 这之前对吧 看我们之前是 31X8G U 对吧 这个X2Token啊 那如果你刷新了 因为刚才重新获取了一次 重新进行更新 再次一刷新 那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是不是就变成317Z90啊 对吧 就是新的token啊 新的token了 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去 通过我们自己数据库的这样一个介入啊 去限制一下 我们的这个用户呢 去触发微信 健全里面那个获取token的这个频率啊 因为他那个对那个频率呢是有一定限制的 对吧 他的服务器啊 就是我们整个流程 那我们弄完之后呢 还是把这呢还原成我们的 7000 7000秒啊 7000秒啊 保证他这个在我们业务路里呢是 正确的 对吧 这个进去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他部署上去了 部署上去 主要我们这部分就是为了 让我们这个 触发token 获取这个频率不要太高啊 所以你不加这个代码呢 对你之前那个应用的这个使用啊 短期来看呢是没有影响的 你长期如果用户量大了之后 那这个 评次一高 他就会引发问题的吧 那个接口可能就被 被关停了 评论一高他就被关停了 对吧 不让你请求了呢 健全失败 所有那个API你就没法调用了啊 没法调用了 好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啊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上去 自行部署上去啊 还是通过Git部署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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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